呢 大家好 我是漢姆 來玩玩我們這款星球重啟 好 三期就新手的劇情引導嘛 然後來到了我自己的營地啦 然後在營地我剛剛又大概玩了3 40分鐘 摸索了一下 我摸索了一下 然後就來到了下一張地圖 傳送點傳送過來 傳送過來之後這邊就有 會看到其他玩家了齁 大概是這樣 那個營地就有點像避難所 你可以在那邊建造啊 採集啊 採集資源啊 我們這邊是度假避難所 那我就傳送過來這樣 好 那你對這遊戲如果比較陌生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先 先看一下那個 設定裡面這些快捷鍵 快捷鍵看一下你就知道大概怎麼做了 因為它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教學 什麼蹲下啊 左邊的Ctrl 左邊的Shift 然後互動是F 這邊有一些 換武器啊填彈啊 切換武器啊 地圖嘛背包 大概是這樣嘛 就看一下就會 不然就是要自己找啊 自己找比較慢 寵物的話一開始送那個 這隻阿財 這隻阿財是送的SR 然後你可以單抽一隻 這個遊戲看起來是抽寵物啊 這我剛剛抽的 好 那我們就 做主線任務 那 BNAS我有那個支線任務 支線任務現在是十等 十等限制 這邊 我就 做武器嘛 然後教我們如何續能啊 做食物啊 裝水啊 做水瓶啊 那我就做了一個背包這樣 然後要再做的話就要十幾了 這個 它會給你支援 它會給你支援 就可以做下一個東西的支援 所以你不用說太花時間去採集這樣 好 生存類型的MMMO 那我們就 前進吧 很遠對不對 我們叫摩托車處啊 叫摩托車處啊 他這個摩托車騎 騎不好頭會暈啊 太快了 好 打完了沒啊 坐上運輸車 這一台 有點像那個生存遊戲吧 也不是說生存遊戲 有點像吃雞遊戲 其他操作我覺得有點像吃雞遊戲 本身很少玩吃雞遊戲 因為吃雞遊戲就是3D嘛 容易頭暈 不正常的活躍 往往遇到著別有用心的陰謀 有道理 沒想到人工智慧 跑到了 所以我的 我大概就可以玩三四十分鐘吧 就會開始有點頭暈 要適應一下 尤其是這個跑太快的話 外面晃太快頭暈 我不要騎太快 我不要開太快 我不要騎太快 我不要開太快 他是有點副本玩法啦 那你到這個點對不對 你到這個點的時候 他就會 他就會出副本 你就會跳出來 就看到其他玩家 他不是那種開放式的地圖 讓你搶資源啊 搶過來 好這是主線任務 所以玩到這邊大概一個小時啊 如果你玩得快的話 一個小時左右就會玩到這邊 一個多小時 我盡快幫你查清楚 你朋友的消息 如果有什麼發現 我馬上通知你 歡迎你來到度假避難所 聯盟為所有的幸存者 這個度假避難所 算是我們的第一個新手村 你只要完成日程中的委託 就可以得到這些獎勵了 這把海東青送給你 希望能讓你更勝利的完成聯盟日程 這個是任務吧 每天的任務 就要去做這個任務 地圖追蹤 好 然後ESC 這邊有 木本嘛 然後還有這個日常任務 這個應該就是每天要做的啦 必做嘛 然後有休閒的 探索的 其實遊戲真的很累耶 上次有網友給我說 留言跟我說他不適合這個遊戲 要上班族啊 我說這個遊戲玩起來太累了 可以衝刺一下 完成這個 跟他說話一下 沒有語音了 畢竟他是日常任務 地圖追蹤 要幹嘛 拼圖遊戲喔 不會吧 真的假的 拼圖遊戲也太 也太無聊了吧 為什麼又有拼圖遊戲 我剛剛這個下面程式沒認真看 好像錯了 好像錯了 這怎麼那麼難啊 對對對 看這個尖尖 對 狩獵 擊背狼 200多喔 你可以騎摩托車 我不騎了 騎摩托車我容易頭暈 很難 這個跑來跑應該有精力 你看那個 精力條沒了 他就會喘 他就開始沒了 他會回復 不過回復還蠻快的耶 有點慢喔 騎摩托車算了 這裡吧 我們那個小狗會幫我們打 我們那個小狗會幫我們打 好我們要砍 砍那個 砍木材獲得6塊3木 這個也可以採集啊 他會獲得一些支援 你要做的東西都需要支援 我們初始那個 初始地就是我們的那個 類似家園系統 你可以在那邊做裝備啊 做武器啊 這什麼東西 貓頭鷹喔 有寶箱就是了是不是 這遊戲我可能只會再玩一期 可能就玩這一期吧 因為 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花時間的遊戲 你要 採集啊 然後每天要做很多事啊 比較沒那麼 輕鬆無腦啊 放置掛機 只是說今天主要目的就是 了解一下說 他後來後續的玩法是什麼 他後續玩法就是這一種 MMO結合那種生存遊戲 廢品回收怎麼做啊 不知道廢品回收怎麼做耶 他有提示我那個路線 好像我們要 往回走是不是啊 到這邊是不是 哇 騎摩車好快啊 大家都飆車啊 你們這些飆車族 這可以留言啊 地上可以留言 到了嗎 這邊 這邊 這什麼東西啊 哇可以回收這個喔 原來是這樣啊 這個也可以去把它採集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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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資籌備 怎麼在前往抽獎 他來不及了 我日常動物完成了啦 喔完成了 抽獎一下 抽獎一下 十萬 獲得十萬 好 這還有東西呢 採集一下 薑果 我應該是餓死了 我應該是餓死了 我被打死了 快樂糖漿 先製作一下 先製作一下 吃一下我的東西 喝一下水 喝一下水 我沒雪啦 我剛剛跑去 我剛剛跑去休息啦 說實在 我剛跑去休息 休息半個小時 然後把人物掛在這 來看一下喔 還有什麼任務啊 怎麼一直叫我領支援 我這遊戲很忙啊 要做的事情超級多 哪有HP不夠啊 不是HP啦 我那個 我沒有繃帶啊 沒有繃帶啊 這個會恢復生命值 阿媽媽恢復 好我們來做任務吧 日常 我來看一下喔 日常的話 要完成一支 物資籌備活動 物資籌備活動 怎麼做啊 生命也太低了吧 請稍等我一下下 我們先到大馬路去好了 不然被中斷啦 所以我就 喔這個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呃 六種物資喔 喔 所以我們要 收集這些物資 然後提交是不是 看起來是這樣 喔 這個任務 那我們直接切 我們主線任務好了 哇主線任務要升到13級喔 哇 真麻煩 我們先 回我們的 地圖去好了 回我們的那個 一開始的那個 避難所 這邊就是屬於你個人的避難所 這邊就是屬於你個人的避難所 HP過低阿 我來看一下可不可以個人製作一下什麼繃帶阿什麼的 這邊有一個個人製作阿 來研究一下隨身製作 來研究一下隨身製作 做一下繃帶阿有沒有 然後你這個熱鍵他可以自己射 這樣就會修復 這樣就會恢復 這樣就會恢復 拉過來 然後那個你按3 長按的話 這邊就可以出現 看你要用哪一個 3可以長按 數字鍵3 大概是這樣阿 反正這個遊戲你第一天可能都是在摸索阿 你看這邊可以自己自己種東西阿 裝園有沒有 裝園系統 可以自己種東西 我這邊一開始有做一個門阿 這是我們的房間吧 可能到時候你要做床阿 做家具阿 但是你的那個 包包滿的話可以 可以放過來 他就會幫你放過來 倉庫這樣 有些資源可能用不太到 就要自己去分配一下 這個是10級可以用 可能會給你一些時裝什麼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 有一些東西有沒有 新手的那個包包 有一些雨飾阿 裝飾品 20級 有沒有重新整理阿 這個 我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怎麼怎麼拉回來 這樣從哪是不是 包包只有30格 當然你的包包也是自己製作啦 這個新手一開始這邊可以製作 裝備阿 我一開始有說嘛 我們這邊可以做裝備阿 包包是自己做的阿 10級之後還有一個包包 好 那我們就離開 離開的話 要傳送 我們現在在度假河谷阿 現在還要把他解鎖才可以傳送 好吧 就是你看這個地圖他也是很大阿 你看有這些傳送點你要去解鎖 你沒事的話就去解鎖傳送點 我勒 他有一個冷卻 可惡 那我就自己走過去傳送吧 這個是我們傳送點 這個是我們傳送點 我以為可以隨便傳了耶 我以為可以遠距離隨便傳 我錯了 不是你還是要走過去 好這個遊戲真的不太適合給那個沒時間的人玩 不太適合阿 很忙阿 很忙 你看這邊任務的話 製作簡易單人闖 我就要去做家具 你把Z按住 快速就會跑出來這個 你可以去做任務或是做日常 探索副本 我們來探索副本一下 跟清淡玩家打一下副本練一下等級看看 河谷蟲草 這個遊戲好像沒有自動耶 是不是 好像沒有那個掛機阿自動阿 我才說沒時間玩的人 初步鑑定為高強度蛋白纖維 使用高溫可將其燒火 這隻可以跟大家組隊阿 有點像生存那種吃雞遊戲但是組隊 我們後面有怪沒有打 哈囉你在幹嘛 哇這個蜘蛛會讓我遲緩阿 看來有人在研究這些噁心的東西 有的人那個武器會很強因為他們玩比較久了 可能也有養層吧我在想 他在幹嘛 喔有寶箱是不是 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吧 喔 有寶箱是不是 因為我本身比較不那麼愛玩這種射擊遊戲阿 我一開始有說嘛 頭暈 頭容易暈 除非說我要一直練習 就是暈個一個禮拜吧 暈個幾天吧就會好 這真的會讓我們走好慢喔 這真的會讓我們走好慢喔 BOSS要來了嗎 第一隻 我的Q是大招阿 可以換武器 換武器 有人去弄了是不是 他們動作好快喔 我到底刷幾次了阿 好清楚 這個應該是要去開吧 給他們開阿 不然我自己去開 這怎麼過去 要繞上去 他這個不能攀爬 這遊戲不能攀爬 至少要繞下 等一下我們這個 隊友真的很厲害阿 給隊友用就好 我負責發呆 他爆炸了是不是 這遊戲就是全部都遠程嗎 沒有近戰 近戰你可能要穿機甲 後期可能會穿機甲 上上期我們有四川機甲 試玩一下而已阿 哇這個副本有點長 看一下地圖 這邊應該是BOSS戰了吧 這個新手副本哪裡危險阿 不用練功都可以過 不用警告啦 蜘蛛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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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BABY鎖定他喔 他怎麼都待在那邊不會打我們 他有點笨喔 他們被喚醒了 得立刻破壞掉 他們被喚醒了 得立刻破壞掉 他們掛機太忙了 現在不知道能不能拿 之後不知道能不能 哼 小心他的能量活動在急劇提升 好 好啦快過了快過了 好 過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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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離開 這邊右上角有個離開 倒數啊 離開倒數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這個遊戲大概是這樣 就是很忙 很累 很花時間 你們叫我好友我可能就 沒時間玩 好那我們就這邊囉 有興趣的人就再來玩吧 我是PC版啦 還算流暢 畢竟吃雞遊戲也那麼多零 我覺得這個模組啊 玩法跟吃雞遊戲很像 只是變成那種合作式的 然後打怪 好的 我是Hammu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這邊就是這次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 每次就來可以 lawyers 我們下期影片 做啟� 大家就來幫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